Hello,大家好,我是G Channel 今日特首何一誠在立法會的答問大會上講到 旅遊博彩仍然是撐住澳門經濟的主力 他說澳門過去大時大節的黃金時段 就會出現疫情真的不太老禮 要不需要找師傅回來做一做事呢? 他說今年受疫情和戰爭影響經濟較難預估方向 希望澳門未來產業多元化發展 將現時主打的博彩及會展業稅收佔比不低於四成 因為產業涉及相當部份的稅收來源 老實說,如果澳門沒有博彩稅或博彩稅少了 公務員出不了糧 他說政府持續向內地爭取恢復旅行團來澳門玩 又透露經財司長李偉龍8月3日後 已經聯絡國家民旅部如何安排 特首又說政府沒有停過 與內地協商開放自由行旅客來澳門 至於開放哪些城市一定要按照國家的政策? 因為有議員問,可以增加二線城市來 政府沒有辦法,只能盡做 但現時內地的國地疫情反覆 旅客擔心玩玩玩玩 在賭鋪翻攤時突然封關 走也走不及 所以不敢這麼快來澳門玩 特首又說澳門的旅遊市場 現階段只能向內地旅客開放 因為不隔離 至於海外旅客目前已經向葡萄牙開放 可以隔離來澳門 若疫情持續穩定 會研究開放更多海外國家人士 可以來澳門隔離旅遊 強調對海外旅客仍然必須採取隔離手段 否則會與內地防御政策不一致 會阻礙澳門與內地通關 不過老實說,如果要隔離的話 還要一個禮拜相信都沒有人肯來 其實都是與內地通 有一位議員問了一個好像很容易答 但其實都頗難答的問題 就是大灣區這麼多地方 能否統一防疫標準? 我們特首賀一成就說 三地統一防疫標準不是簡單的事情 大灣區必須符合國家的有關標準 這是中央權限 並不是地方管理 有舉例 今個月3日與朱凱敏隔離通關 都是中央同意批准才能實施 說很多事不是想像之中那麼簡單 可能我們的議員比較簡單 以往一爆疫 朱澳方面就封關要隔離 連橫琴三峽區都不能行面 有住在橫琴居民之前的大套苦水 說回不了家 特首賀一成就說 澳門正與橫琴探討任何一方有事 人員亦可以往來 舉例在剛剛過去的7月29日 去橫琴的本澳工作人員 應該是公務員 已經率先點對點開通便利化 澳門市民要到8月3日才能免隔離通關 不過特首應該是講公務員 至於市民是否可以 那就要等特首的好消息 好,這集就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之前我掃片 影片尾截和二維碼 大家下集見,bye!